那些說法 我覺得孔孟的天道觀跟《易經》、《詩經》是不同的 現在的思想也有不知 例如中庸的天命之為聖 率性之為好 修道之為教 如果想不想把那一張死物修道 由石頭都成精 有他們只是那張死物修道 那他們都沒有這樣回答 他們都有那個死物 後期,熟悉的學修道的理氣 就是因為人的陰陽好慢 受氣 這條廣法不是很慢 原本那一部分會有衝突 這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衝突 例如上那裏的月光拍了下來的河 我一天就直接看它 一天就看了河的 那為什麼 我講根源 根源都在上面 就不在下面 因為下面都是來自上面 根源只有一個 我上面看到月 下面看到月 那如果我說月在下面 我就錯了 但是現在 剛才我說 《易經》和《詩經》的天道觀 就是講我們的價值根源 就不在人那裏 但到好碼我們講的價值根源 就在人那裏 那這裏已經是不同的 其實看法不一樣 其實剛才我講的那裏 都有一些間接關係 但孟子他沒有講那麼長 就是因為逢是先祥的那些經典 因為實際上 《詩晨海經典》 就是那個體系都不太有邏輯性 孟子曾經說過 所謂《易經》之間 就證明了人那個 有反對方是禽獸 就是沒有的 即是他跟那個角度 沒有什麼 直接衝動 即是人不是只有手氣 即是說那些禽獸 就是不是最精微的那些戲 所成的 所以孟子那裏最簡單最合理 我覺得 那你後來 因為你拉上新城變化 去講的時候 就會跟孟萬原本有衝突 我覺得 這個演繹各個問題 有一個衝突 首先我覺得 第一個 第一個已經有衝突 就是那個根源 因為如果一個根源 說國外道德價值根源 來自天 因為就是道德價值根源 來自人 有衝突 譬如說 在西方基督教傳統 那個價值根源 當然是來自上帝 不是來自人 如果你說是來自人 那就有衝突 同他那個說法 就是直線的思維 有衝突 中國的圓向思維 沒有衝突 但為何圓向思維 為何圓向思維 無衝突 解釋一下 直線的思維 有上下格 一個圓去包上天 和人 就是無衝突 為何無衝突 才解釋一下 嘩 你看 中國從來是這樣 這樣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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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中極 什麼呢 這是人 就是這樣 西方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上下格的 這個是人 這樣 一天這樣 一天這樣 上 就是這樣 你這樣和那個 這個價值根源 上下貫 但是價值根源那個 因為剛才說的 日經思經說價值根源來著 我以為孔曼就說價值根源來著 那為什麼這個說法是沒有衝突呢 因為上下貫穿的 是說根源 根源當然有個方向 方向是一條直線的方向 沒有方向是誰 就是沒有根源 一條直線的方向 就是這樣 但是根源也有問題 如果根源 即是你用根源這個概念去解釋 根源也有些問題 一些實學的問題 是上帝這樣來的 沒有啊 上帝自有永有 不行啊 任何東西都是原因 上帝是根源滿身的 任何東西都是原因 為什麼 他就說不是任何東西都是原因 上帝是一陰 對 喂 現在不是說通 這個通不通 現在是說 你說根源這個概念 是不適合解釋儒家的價值觀 但是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不是這樣解釋 為什麼解釋價值觀 你說 這個人是天 人是天 是一個整體的 不是啊 肯定是有天先於人的啦 那這個看哪個角度說 喂 這個角度說 沒有地球之前沒有人 是嗎 沒有地球 但都有天 這個角度說 因為 這個沒有意義 因為你有一個人 你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有一個意識 就是看到天 什麼形象 沒有人 那天沒有意義 他就說價值意義 不是很明顯 你現在是次序問題 沒有次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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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意思就是說 沒有人之前 沒有天道的 沒有形象的規律的 有都沒有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有一個價值的反省 或者內在價值的反省 或者內在價值的發言 有沒有都沒有關係 不是現在說 不是有沒有來講 不是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就是說 其實 怎麼會沒有關係 例如我說 萬有人力 我們未發言之前 都存在 它一向都存在 我們去發現 客觀的科學點綴 那些不是人性 你用一些比例 但是你要指出它 在這裏有什麼不同 你形象的規律 例如說 物理的規律 形象規律 是有沒有人發現 很多人存在的 那你說不是的 物理的規律 就是沒有人發現 很多人存在 但是形象規律 就是要有人發現 他才存在 沒有意義 那是怎麼解的 沒有意義 那是怎麼解的 怎麼解的 你要解釋 有這個分別才可以的 沒有人之前也沒有截後 沒有人之前也沒有截後 因為沒有人之前也沒有截後 沒有人之前也沒有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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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之前也沒有科學 但是 但是那個道理是存在的 動物沒有截後 一百度 水在一個壓力之下就會滾 那是有沒有人存在 也是這樣的 它是不便的 這樣才是規律 不是在乎人在不在這裏 如果你這樣說 你講的形象規律就不是 因為你說終極原理就是 就算這個宇宙沒有人 也有這個終極原理 這樣才會終極 有人才會有這個終極原理 這樣解釋 就是反昇這個終極原理 現在不是說反昇終極原理 究竟有沒有在 沒有人也在 不在乎有沒有人 不在乎 如果在乎 那就是根源 人就是根源 一個天一個萬個根源 那淺出一條直線的思維 可能不是我說得很清楚 思維是有些不一樣的 有些不思維 那是根源 根源是有些不斷的 不斷的一直直線 那樣上漢上分 有些不思維 人的思維 中國人是有些特別的思維 有些異形的思想 但現在在落實時 都很奇怪 聽說很簡單 我怎麼辣話中國的異形思維 就是 我爸爸有書 有書的不是我爸爸 就不可以這樣 但是中國人 就是違反合心 但中國的思想 就差不多好之這樣 所以有問題 但中國人是有些曲線思維 我不是很明白你 我不是很明白你 講曲線 你算述那些 你算述那些 算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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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轉彎 想著轉彎 就想到那個答案 轉彎就是曲線 那些 我剛才有朋友問 究竟為什麼我覺得衝突 就是 我再說一次 就是 我覺得 很慢的就是 價值根源來自人 OK 但第二個意思呢 我跟第一個師傅衝突 是因為 第一個意思是 天道是萬物根源 OK 乾杯 乾杯